今天简单过去的都挺好的 可能后期等于康复了 来不来都行的都可以了解放了 其实为了帮助其他的患者或走完后吧 就是帮你自己怎么发病的经过 包括资料的经过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的 当时的话是不知道 然后就去了我们在上海这边的 然后医院里面 然后这边当时医生诊单的话 是他没有告诉我是接受 然后他就说然后是有一个 农种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是电拙 但是做电拙做了两次 然后老是复发 然后后面又换了一个医生 换了一个话 就是在同教医院 然后过我吊水 说增加一样的医力 然后吊了三天 但是后面还是一个就掉完水之后 然后又做了电拙嘛 然后还是一个样子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因为刚好到年纪 放假了 然后就回家了 然后在家里面我发现 然后他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的话面积越来越多 然后当时确实很着急 然后就在网上去查了一下 然后才知道尖润石油这个那几个字 然后我就就是看到之后 咱就使用那个中医质量 因为网上了解了很多 像电拙 激光什么东西的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 没什么太好的效果 说中药效果好一点 然后当时就跟我们一个 那个观众工夫化联系的 然后经过就是使用中药质量的话 就前两个疗生 其实效果很明显 然后那个农庄那个添润石油慢慢 慢慢的枯萎了 然后后面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也感谢前准备和带一下 没事 这是我们应该的 反正嘛 有这么好的效果 还是让你们换的自己的配合 对吧 你这样的前准备到的根治 反正现在康复了就可以 好的 谢谢